环球网军事2月28日报道,2019年2月28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笑答记者问。 记者,不久前,美军政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美军将持续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任国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形势总体向好。 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请自来,一再派遣建机,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空域,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 建策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跃自由。 事实证明。 南海航行是不存在问题的。 但航行不是航行,自由不能违法。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借航行自由之名,进行违法挑衅。 损害沿岸国主权和安全。 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 我们要求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与安宁的强烈共同愿望。 不要在南海无事生非,先风作浪。 中国军队将采取坚决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At Sevilla Dad Post, 7,500,000 on the 31,000, 美国纽约时报,2018年12月31日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打算4个月内,从叙利亚撤出大约2000名美国军人。 缓慢撤离,两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 特朗普12月26日访问伊拉克一座美军基地。 与美军将领保罗拉卡梅拉,谈及从叙利亚撤军打算。 拉卡梅拉现任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行动指挥官。 报道说,特朗普要求军方今后几个月,确保住叙利亚美军安全,有序撤离。 特朗普12月19日宣布在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撤出驻叙利亚美军。 多家媒体继而以不同消息人士为来源报道。 美军将在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签署撤军行政令后30天内撤离叙利亚。 只是,五角大楼12月23日,披露马蒂斯签署撤军行政令当天。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提及以缓慢和高度协调方式撤军,似乎暗示将放缓从叙利亚撤军速度。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12月31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定于2019年1月早些时候访问以色列和土耳其。 商讨和协调美方从叙利亚撤军事宜,坚定决心,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军方细今没有发布撤军时间表,原因包括安全考虑和许多细节待定。 不少美国政界人士和国际盟友认定,美军现在撤离时机不成熟,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 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2月30日与特朗普共进午餐后说,特朗普承诺击败伊斯兰国后再从叙利亚撤军。 格雷厄姆的说法与特朗普宣布撤军时所称,已经完成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不同。 特朗普12月31日在推特捍卫撤军决定。 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除了特朗普,任何人如果做到我在叙利亚做的事,他们会成为国家英雄。 他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美军从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撤离,是他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之一。 CNN报道,特朗普的推文,似乎在反驳格雷厄姆的说法。 助续美军主要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阿拉伯部族武装,提供培训,充任顾问。 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总统后主张从叙利亚撤军。 2018年4月,指示美军将领制定撤军计划。 就美方撤军计划。 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罗伯逊,12月31日告诉纽约时报,总统的话说明一切。 晚,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7,531,据香港大公文会全媒体,2月24日报道。 在经历了近9个月的升级改造工程后,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于24日在数艘托船的协助下,驶离大连造船厂。 港媒表示,辽宁号航母或将返回位于青岛的母港,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海军跃舰式。 港媒表示,辽宁海事局,在2月22日,曾发布辽航警,0030号警告。 警告称自2月24日80起,至3月5日18时,在黄海四点连线海域执行军事任务。 其他船只禁止驶入。 这一区域正是辽宁舰完成升级改造工作后,执行第一次试航任务行动的区域。 港媒表示,2018年5月27日,在结束了跨区远海训练后,辽宁号航母进入大连造船厂,进行升级改造。 在24日,辽宁建立港时,国产航母也再次启动主机。 歼15和直8舰在机模型,在甲板上细停,显示其随时可能再度出海。 辽宁号航母本次的升级工作,主要集中在航母舰岛的改进。 原位于舰岛后方的空中交通管制塔,已经被拆除。 并且在舰岛上屠刷了嫌号。 这将提升对辽宁舰的识别能力。 新华社喀布尔2月3日电,记者陈希阿富汗总统加尼3日说。 塔利班提出的在达成和平协议后,解散阿富汗国民军的计划,是一项针对政府安全体制的阴谋。 他被此强烈谴责。 近期率塔利班代表团,同美国进行谈判的塔利班代表,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日前表示。 现有的阿富汗军队不合法,是在美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一旦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就不需要军队了。 加尼说,这种想法是一场阴谋,旨在肢解阿富汗国家安全和国防力量,以维持阿富汗国内部稳定和混乱局面。 阿富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无法接受没有安全和国防力量保障的和平。 今年1月下旬,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与塔利班代表进行谈判。 据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就外国军队,在签署和平协议后18个月内,撤离阿富汗等问题达成共识。 哈利勒扎德随后访问喀布尔,向加尼通报,他与塔利班会谈内容。 加尼呼吁塔利班武装,结束武装叛乱,并与阿富汗政府进行直接谈判。 点击观看,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春节将至。 一曲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唱出了浓浓的海峡两岸情。 独于光中的乡愁我曾流泪。 那一弯海峡阁不断山水,请海鸥转告我的兄弟姐妹。 十五的明月才更人更美。 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稍来故乡的思念轻声唤你归。 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绕着宝岛飞。 把梅朵亲爱的云塞进我心飞。 听阿里山的姑娘不断回味。 她的温柔恰似日月潭水。 太平洋的风吹拂我银头盔。 未曾饮一杯我心已沉醉。 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 稍来故乡的思念轻声唤你归。 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 绕着宝岛飞。 把梅朵亲爱的云塞进我心飞。 原标题,近年来,俄罗斯大力研发军事前沿技术,加快建设现代化武装力量。 俄列出军队现代化建设优先项。 日前,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在位于莫斯科的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传达了俄总统普京批准的今年军队优先发展任务。 这是近年来俄不断加快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